今天呢,我要再来继续讲这本百年早餐食 这本书呢,我已经分了第三次来讲它了 那因为呢,这本书它讲的就是我很喜欢的早餐嘛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吃早午餐啊早餐 但是早餐它的文化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就不知道,可是这本书呢 它就有介绍一些世界各国的早餐风景 当然在介绍早餐的时候 它就介绍了很多早餐的时候你会喝的饮料 像是咖啡、茶、然后还有热可可 所以茶的范围很广很多啦 关于茶的书也很多 不过呢,因为我就是要讲百年早餐食嘛 所以我就会讲这本书里头有提到了关于茶的观念 那我就在讲茶的时候,就要来问问大家 讲茶的时候你们会想到什么国家呢? 现在一般我们在讲茶,就会说英式下午茶嘛 所以像上次我们就提到讲到咖啡,你就会想到意大利 对不对? 所以呢,如果你讲到茶,你就会想到英国 那当然中国也有喝茶,所以应该也要想到中国 还有台湾人,台湾人有产茶 所以呢,茶也很多 谢谢,很清楚 好,然后所以呢 所以讲到茶,你大概都会想到英国啦,中国啦 台湾应该也还可以 因为台湾有名的就是乌龙茶 对不对 然后呢,再来就是呢 呃,在大概18世纪的时候 中国人喝,呃,不是太 就是欧洲人喝茶,其实还是很仰赖中国的 所以呢,在一直到19世纪 他们有殖民地 像那个英国人就开始在印度跟斯里兰卡种茶之后 他们的茶才开始从本来只有买茶 然后变成了卖茶 可是在那之前,他们为了要买茶 所以就发动了鸦片战争 这个鸦片战争当然就是 他们本来靠鸦片 卖鸦片给中国 然后中国卖茶 因为他们都只有单方面买中国的茶 所以钱不就都留到中国了吗 所以就贸易逆差了 所以当时呢 他们卖,想要卖很多东西给中国 可是中国都不需要 所以呢,他们后来就卖鸦片 然后卖,从印度产的鸦片 然后就卖给中国 然后因为呢,中国的 就是之前不是用一把火 把那些鸦片都给烧了吗 所以他们就发动了鸦片战争 所以呢,鸦片就一直影响了 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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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明初的一些 嗯...就是当时的社会环境 其实影响是很大的 而且你看很多的电影 或是很多的影集 只要讲明国初年的故事 几乎也都会跟...很多都会跟鸦片有关 其实这个部分也是因为茶的关系而开始的 所以呢...可是英国并不是一开始喝茶 喝醉...最早 然后也不是一开始喝茶喝醉多 可是他们却可以在这么短短的...你看19世纪大概18多年 然后像现在是2000年嘛 他们大概在200年就把这个茶的文化发展得非常的强 那你要知道说像我们是产茶的 像我们台湾人就是产茶嘛 然后现在中国也有茶嘛 那茶在中国历史也超过5000年 可是呢,你说中国我们好像讲得出 他们可能是喝绿茶比较多 台湾喝乌鸣茶 可是就不像英国他们有这么多的品牌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还蛮有趣的是 他也有去介绍一些英国的品牌 那我觉得说呢,因为像以喝茶来说的话呢 在全世界其实都有待喝茶 喝茶的人口也还蛮多的 其实也不只是英国啦 其实像是在你看东南亚啦 像台湾啦、中国啦 就是很多地方都喝茶 不过如果以全世界来说的话 喝茶应该就是喝红茶 会比我们所喝习惯的乌龙茶还要多 那我觉得说其实茶就是跟我们的生活很贴近 因为我们后来有手摇饮料啊 所以每个人对茶其实都不陌生 都跟茶很熟悉 可是我们每天会喝各种喜欢的茶 我们可能会想喝珍珠奶茶啊 什么盖奶啊什么的 可是我们不见得很了解茶的文化 那我觉得我们已经生活中跟茶这么接近 但是却不了解茶的文化真的很可惜 所以我觉得真的可以花一点点时间去了解茶 而且除了我们所熟悉的乌龙茶 或是珍珠奶茶之外 在全世界有各式各样的红茶 如果你不认识红茶的话 我觉得你去旅行就会少了很多乐趣 但是如果你有认识红茶的话 你像很多地方都会喝茶 像是土耳其俄罗斯 其实很多人都说俄罗斯喝酒喝得很凶嘛 福特加嘛 但是其实你看这本书的时候 他其实就告诉你 其实俄罗斯人他更爱喝茶 他可以没有酒但是他不能没有茶 因为你知道在很冷的地方 然后喝一杯各户户的茶 就是很舒服 土耳其也是 而且土耳其人他们也都是喝热茶 那我们就可以来看 就可以一边再来认识一下这个茶的部分 因为讲到茶讲到土耳其嘛 那我就想到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个我上次去土耳其旅游的故事 因为上次我们去土耳其的时候 就刚好遇到他们的灾界月 那遇到灾界月 他们白天的时候不是都不能吃东西吗 所以啊他们晚上的时候就开始 就他们就是太阳下山的时候 就会就要大吃一顿 所以他们就会去外面吃那种 有很多食物 然后一直上一直上 我们就去吃土耳其烤肉 那他除了土耳其烤肉 他也会有一些土耳其的饼啊 土耳其的米饭啊 土耳其的烤肉啊 那他就很多东西很多东西 可是呢那时候我们在吃那个餐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在看 为什么其他桌除了有跟我们一样的食物之外 为什么他们都有红茶可以喝 可是我却没有茶可以喝 那因为你知道在土耳其旅行 土耳其人非常非常爱喝茶 他们一天可能也会喝四杯五杯 然后他们也是一天都会喝很多茶 所以晚餐的时候都已经在吃饭了 然后我却没有茶可以喝 我就在跟我的老公就说 我就跟Tony哥说 为什么其他桌都有茶 我们就没有茶 然后我就在那边讲嘛 就突然旁边桌有一个阿伯 他居然就知道我要喝茶 然后他就把服务生叫过来 然后就跟他说 这一桌他们也要喝茶 然后呢服务生就帮我倒茶 就很奇怪哦 后来那个阿伯啊 他就拖着那个 就是我们吃完饭的时候 他就把他们那一边的桌椅子都拖来我旁边 然后还把他自己的侄女就是他弟弟的小孩呢 也抓来我们那一桌 因为他不会讲英文 然后他想跟我们聊天 所以呢 他就要跟我们就是 就是透过他的侄女 然后英文翻译 所以这样就很奇怪 他也不太会英文嘛 对不对 那他一定听不懂我讲的话 可是他为什么知道我要喝茶 我就觉得这个就蛮有趣的 因为这个也是这个故事也是跟这个这本书里头提到的有关系 因为我们都知道 哦 我这一次为了这个我还还打了一张一张表 就是我们都知道茶嘛 英文是什么 屁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 你看茶的英文是屁 然后呢 土耳其的茶 这个是茶 然后这个是有很多不同国家的语言 他们怎么去讲茶 茶 英文屁 土耳其 茶 茶 印度话也是茶 哎 这蛮有趣的哦 因为这个其实 在世界上怎么去叫茶 所以呢 在这世界上怎么去叫茶 其实 哎 他跟他的旅行路线有关系 像茶的话呢 为什么土耳其啊 印度啦 或者是像中东地方 他们像什么波斯语 他们的茶都是叫做茶 因为呢 他们的旅行路线是从中国来的 那他们是从广东出发 广东华嘛 就是茶 应该是差不多这样的发音哦 乱讲的啦 反正广东话的话应该是茶嘛 所以呢 从广东出发 然后一路 从俄罗斯 土耳其这样子 一路 然后来到了欧洲 所以呢 土耳其人 伊朗人 然后波斯语 他们的都是茶 所以那天呢 我们在土耳其要吃饭的时候 然后我就在那边说 为什么别桌都有茶 可是我们却没有茶的时候 阿伯他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所以呢 哎 这蛮有趣的哦 所以你看土耳其 他们的茶是从广东来的 那英文的t是怎么来的呢 英文的t就是这样 其实呢 航海的国家最早的就是像是葡萄牙啦 荷兰啊 西班牙 他们都是航海很强的国家嘛 好啰 那你看 荷兰 荷兰的茶是thee 像那个欧洲的话跟英文不一样 h他们不发音 所以应该是念 不知道 那我不会念荷兰语 但是西语我会 西语的话 t e 他不是念t 都念d 所以就是d d 然后这个的话 我猜翻译也很像 然后法语我是不会讲 但是英也很 我猜也很像 所以你看 dd是什么 台语我们讲的闽南话 就是dd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你看 包括英国 然后西班牙 荷兰 法国 他们这些有殖民 有航海殖民的国家 他们的发音都是念d 也就是我们的闽南语 所以他们是从福建的厦门 开始运这个茶的 所以他们的语言就变成这个 那因为 英文跟西语的发音体系不一样 这是念d嘛 这个是念t 所以它就变成t了 所以它发音因为不一样 所以呢 你看 世界上我们都知道 英文有black tea 对不对 green tea 烏龙 tea 它就是茶 然后西语就是d 然后呢 土耳其就是这样 所以你从它的那个语言里头 就可以发现 当初这个茶 它是怎么去旅行的 它是从私路走的呢 还是从海上运来的 而且呢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 应该是像葡萄牙 它是 大家都知道 他们也是航海国家很强的嘛 他们也算是很早 那可是 葡萄牙他们却念茶 他们也是念茶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 当时的地方是 他们是从澳门 你知道澳门 他们也是讲广东话嘛 所以他们也是讲茶 而且 听说呢 葡萄牙他们比较有心呢 想要跟北京的政府做沟通跟交流 所以他们就会去学那些北京政府讲的话 所以 呃 就是以航海国家来说 只有葡萄牙 它是例外 它是讲茶 其他的像这个航海的 大部分都讲北 也就是台语 也就是从福建 厦门那个地方出发的 所以呢 其实你看 茶最开始的时候 它是从私路开始的 所以像 呃 其实除了英国之外 俄罗斯人 然后还有 土耳其人 他其实喝茶也喝很多 而且他甚至 这书里头有一些数据 他去显示 土耳其人 或者是俄罗斯人 也许他们一年喝茶的量 比英国人还要多 可是英国人为什么 会茶大家会印象这么深刻呢 我觉得就是跟他们有一些品牌的包装很有关系啦 那当然英国 既然讲到英国的茶就讲一下他们历史 其实英国最不是最早喝茶的国家 最早喝茶的国家大概就是像刚刚的荷兰啦 葡萄牙啦 或者是西班牙 可是葡萄牙的人好像也没有特别喜欢喝茶 我觉得西班牙人也没有特别爱喝茶啦 他们就是西班牙人他们 我觉得他们喜欢喝酒欸 他们就是中午的时候餐厅就有酒 然后我们有时候想喝个饮料 其实他都是酒 酒比较多 而且他的酒很便宜啊 所以 呃 我觉得反而是 这些国家呢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像葡萄牙 他后来就跟英国 葡萄牙公主就嫁给英国的国王 因为当时的英国国王他就是 才刚 就是又 反正就一段 一段英国的历史就是很混乱 然后他好不容易又当上了国王的时候 他就 他们没有钱嘛 所以他就娶了一个很有钱的公主 那这个公主呢 他就带了很多的嫁妆喔 包括什么孟埋啊 就是那个殖民地啊 然后还有一些像什么船舰啊什么的 那其中就是有茶 那他把茶带去英国之后 他开始喝茶 那因为他就是外国来的公主嘛 所以他也因为这样子就 在英国就引起了一个风潮 然后所以就这样子慢慢的发展了200年之后 英国人的茶在全世界就变得非常有名 可是就像刚刚讲的 其实土耳其人他也很爱喝茶 而且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去土耳其旅行的时候 土耳其他其实也有产茶 像那时候这样子一盒啊 这样子一盒 然后他里头就是碎碎的茶 他就是细碎细碎的茶叶 并不是像我们喝乌龙茶都是一整片的 他这样子一盒真的很便宜 可能就5块左右 米拉5大概乘以8吧 就是你看他可能一盒不到100块 他就可以买得到茶叶 因为他们自己是有产茶的 像这本书里头就有提到说 其实最大宗产茶的当然就是中国印度啊 然后斯里兰卡 可是像土耳其他自己也有产茶 不过土耳其产的茶就只占世界的5% 然后土耳其他们自己产茶 他们自己产的茶 在卖很便宜之外 他们也有很特别的茶器 这个是我去土耳其旅行的时候 少数有买的纪念品 因为那时候我从土耳其回来的时候 就有想说我要办那个土耳其的分享会嘛 所以在这边有一些朋友有参加过土耳其的分享会 然后那一天我们就会煮那个土耳其买回来的红茶 然后吃着土耳其买回来的点心 然后还有这个用他们的器具去喝茶 这个呢是一个郁金香的形状 因为他们的果花是郁金香嘛 然后都会搭配一个盘子 像这个还有这个盘子 杯子跟盘子都是分开买 然后旁边应该还要再放一汤匙 没有放就是去搅拌糖 一个汤匙这样三件式的才完整 不过它为什么都分开买呢? 因为你就可以随意搭啊 你可以这个杯子 然后再搭这样子的一个杯子 像这个杯子也很漂亮 它这个就是外面就是有一些彩绘 它们的彩绘还蛮有名的 然后你看你也可以搭不一样的盘子 或者是你也可以搭这样子的一个盘子 它就是有各式各样 你就可以自己去搭配 所以在土耳其的话 像它的那个杯盘买起来 也很开心 然后我们买的不是它那种都没有花样 我们还有买一个有金边的 这个会稍微贵一点 可是这样买起来的话 这样子一组 一个也不到台币100块 大概10块里拉之内 再加一个汤匙 10块里拉之内就可以解决 不过呢 就是看你买的样式 如果你买的比较华丽啊 比较漂亮 当然就会比较贵 这个是我那时候去买 不过我那时候不是在伊斯坦堡买的 听说在伊斯坦堡 它那边有一个市集嘛 蛮有名的 大家都会去的一个想要市集啊 什么的 油顶市集 它那边卖的话 它有时候就会开价开很高 它就这样卖10欧 就是还差蛮多的 所以其实这个 你不一定要去那个市集 有一些地方它如果卖那个器具 然后你会觉得它这个蛮漂亮 你又没有想买很多的话 你就可以买这个 它其实 欸 我觉得也不会很贵 然后在家如果喝茶 用这样子的器具 也还蛮有情调的 那因为像土耳其人 它喝茶跟我不太一样 它们都是 就是有两层糊嘛 就是除了这样子的糊之外 它会有两层 你看这个如果是煮茶的 下面还有一层就是煮水 那它就会把上面那一层 煮得很很浓 然后呢 然后就热水一直在那边滚的话 它是不是就可以让那个茶一直保持温度 因为像是他们的那个泡茶器具 是从俄罗斯传过去的 所以呢俄罗斯天气很冷 它们就要一直让茶就保持很高的温度 所以呢 当你要喝茶的时候 就是上层的那个茶 跟下层的水呢 就可以先倒茶进去杯子里 然后倒进去之后再加水 就依你自己的浓度去调整 所以你看 虽然土耳其人喝茶 可是他们的器具也跟我们很不一样 然后我那个茶道客的老师啊 他就跟我说 啊你怎么没有带 就没有他 我那时候没有遇到老师啦 但是就是同学就说 啊我居然没有带一组这样子的茶器回来 对啊 这个杯剧组真的很美耶 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 这个 它有各式各样 而且它还有那种很华丽的 真的你如果你很喜欢漂亮的东西 你去那边你很容易就会实行丰满很多 然后刚刚那个老师 不是就说我的茶道 我学的是那个台湾的茶道啦 然后那个老师就说 像我们学茶的就是出国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理由 然后就会去采购 我就觉得说土耳其真的也还蛮好买的 因为它那个煮茶的器具不一样 泡咖啡 像上次如果你有听咖啡的话 你就知道它咖啡的器具又不一样 真的买一个买一煮回家 然后你也可以用那个咖啡机 自己把那个粉膜吸一点这样去煮 那个就很有情调又可以 就是它的咖啡煮咖啡很有情调 然后喝茶的器具也很有情调 然后它煮茶的器具也很有情调 所以我觉得像如果你爱喝茶的话 然后你跑到土耳其去玩 你就有很多东西可以买 就是很有意思 那当然这个是土耳其喝茶的部分 那我觉得这本书它蛮好玩的是 它除了... 因为它这本书是一个欧洲人写的 是一个法国人写的 所以呢,当然它的很多观点都是比较像是... 当然就是欧洲人的观点 所以它都介绍了很多 从它的角度 然后去看这个茶的历史 然后还有在英国的演变 不过我觉得蛮好玩的是 它也有介绍薄荷茶 像薄荷茶这个部分 我们在台湾比较少看到 它这边讲的薄荷茶是摩勒哥的薄荷茶 嗯...我喝摩勒...摩勒哥 就是北非的摩勒哥 它们也有喝茶 它们喝的就是薄荷茶 薄荷茶是一种绿茶 就是一种珠茶 然后再加上它们当地的薄荷 再加上很多的糖 然后用一种它们特殊的器具煮出来的 这种茶我在西班牙的时候有喝过 因为你知道西班牙的南部 其实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有北非的一些 呃...它们叫摩尔人 也就是一群伊斯兰教的人去统治的 在西班牙的南部 所以其实西班牙的南部 也有很浓厚的一种 呃...就是北非风情 然后伊斯兰风情 所以呢...我当时也是在西班牙... 不过我是在西班牙巴善農纳的一个茶馆 喝到...然后它是茶的专卖店 我很喜欢那家茶的气氛 之前我也有写过那篇文章 然后他们喝的那个薄荷茶 我就觉得...诶...真的是甜甜 然后香香的 然后诶...真的还蛮好喝 又有一种薄荷凉凉的味道 那北非的人他们也是喝...也有很多都有喝茶 而且看了这个书我才知道 其实...其实他们中东这边的人 除了喝咖啡之外 像伊朗他们也喝很多的茶 那...它那个薄荷茶的历史 其实也蛮有趣 它算是少数介绍的很清楚的 因为当...当时是有一个使节呢 一个法国的使节来到了摩那哥 然后留下了茶 所以他们把那个茶再加上了他们当地的薄荷 然后还有糖 然后这样子去混合之后煮出来的茶 这个茶你现在在摩洛哥旅行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看得到 他们可能也是类似像这样子一杯一杯的喝 然后你还可以看得到那个薄荷叶 那我觉得这个他们喝茶的这个历史 其实也是看了这个之后我才知道说 其实像他们茶的一个发展呢 其实常常更会跟政治有关系 所以其实你看像我们喝咖啡或喝茶 其实都会跟... 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也会影响到政治 也会影响到国家跟国家的关系 他就是因为之前呢 俄国呢就是因为战争 所以就造成了英国有一些 他们的茶就没有地方消 因为他们也... 俄国人也喝茶喝很多嘛 所以他们就把茶也就转了很多 然后跑去中国了 跑去了摩洛哥了 所以他们因为茶都跑去了那一边之后 他们就也因为有很多这类的茶 所以他们也... 茶就发展了自己的文化 那基本上呢 在摩洛哥的话 他就说了喝茶是男人的事情 就是要有家里头的当家 由这个老大来负责泡茶煮茶 所以这个也算是我觉得 这本书他提到蛮有趣 如果你们有机会到像中东像北非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或者是摩洛哥的话 你就有机会可以喝到他的茶 那他的茶是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来的 那其实读了这本书 我觉得他还有一个还蛮不错在介绍茶的部分 就是他当然也有稍微提到一下别的书有提到东西 不过那个我就... 诶,我觉得诶,那另外一本书 《茶道之旅》也蛮有趣 如果下次有机会也可以介绍给大家嘛 不过我今天就先介绍一下 他这本书里头讲到说 为什么英国的茶后来在全世界就非常非常的风行 可是他们喝茶的历史不是最久 你要想说中国喝茶已经有超过几千年的历史了 他是神农士发现的哦 在唐朝也就在八世纪的时候 茶已经非常厉害 因为当时已经有一本 有一个人他出了一本书 叫做《鹿语茶经》 然后宋朝... 然后当时唐朝的茶就已经开始慢慢的传到日本 然后宋朝的时候又发展到最高 而且宋朝的茶又影响了日本的抹茶文化 然后你看像是几千年下来 其实已经喝茶喝很久 可是我们一般认识的却是英国的红茶 因为我觉得英国人他们在当初在做这个企业的时候 他们是在殖民地种茶嘛 然后种了茶之后他们要卖茶 所以他们也有做一些品牌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就是像如果想要学品牌 因为我觉得台湾其实还蛮多茶浓的 而且我觉得台湾的茶其实品质真的蛮好的 就是如果你这样子去喝啊 然后你去感受的话 像我们的茶 我们喝茶的习惯跟外国人其实不太一样 我们的茶是有那种入口可以回甘 然后入口还会生津 生津就是你会因为喝了那个茶 然后你反而会有口水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们的茶叶品质是很好 可是我觉得我们一直有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做品牌 我们就是没有一个概念 然后我们买茶的方式 像之前我有举办茶 我有办过茶的课嘛 然后在茶的课我就有去分享说 在台湾买茶我们都是怎么买 我们就是去 就譬如说我们都会跑到茶庄 然后去喝一喝喝一喝就直接买 有时候可以买到好的茶 可是有时候也会被骗 所以也就是说在台湾的话买茶 虽然台湾的茶品质很好 可是我们很少去做一个品牌 所以我觉得如果想要研究品牌啊 然后台湾如果有一些人 像是做茶的茶笼 其实应该可以去学习 外国人的他们是怎么做品牌 因为其实如果你不懂 英国他们是怎么做品牌 我朋友他就是我朋友刚刚才上线耶 就是送我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台湾呢如果我们在喝红茶 大概90%都是喝到唐宁他们家的茶 那像你去那边买茶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哇 只是很多不一样的调味的嘛 因为他送我很多啦 我其实已经有很多都被我喝掉 像这个的话就是薄荷茶嘛 然后这个是英国早餐茶 因为早餐的是要喝很强的茶 所以他还特别写了一个Strong 然后还有这个蓝莓口味的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应该是 这个是也是 也是梅类的 但是他可能是不知道什么梅 然后再来就是英国的早餐茶 看看英国早餐茶就有两种 因为刚刚一个是早餐茶 一个是Strong的茶 所以如果当你不知道 为什么他们国外的人他要这样做 而且他为什么可以卖这么贵 其实有时候这样换算下来 其实没有不一定会比较便宜哦 可是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做 那台湾作为一个乌龙茶在全世界很有名 对啊你一上线就看到你的茶 对不对 对啊 对我刚刚刚讲到说 因为其实因为英国人他们很会做茶的品牌 可是我觉得台湾其实也可以去做 所以你可以去参考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概念 那其实调味茶其实也不是说不好 因为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印象 都会觉得说以为 嗯调味茶就是不好的茶去调的 其实没有 因为其实你要做这样子的调味茶 他必须也去控制他的品质 然后再来就是说 其实这样子一个基底都是红茶 其实我觉得红茶可以做变化 我们的乌龙茶当然可以 因为你就看到我们乌龙茶的品 很厉害啊 我们乌龙我们的首要饮料有乌龙茶的啦 然后有绿茶的啦 然后有红茶的 然后加奶的啦 然后加柠檬的啦 然后什么 其实就表示其实调味茶 他其实有一些东西 他是年轻人可以去接受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自己台湾 要去发展自己台湾的茶的话 其实真的要去多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因为像他们就很会包装 因为其实不只是英国啦 因为他在这本书里头 他其实介绍了三位汤马士先生 汤马士 这个呢唐宁也是一个汤马士 然后呢像我们熟知的全世界都在喝的 利顿红茶也是汤马士 然后还有一个发明茶包的也是汤马士 所以呢 汤马士先生他们都很会做品牌 然后像 像那个利顿汤马士先生 他就是要走一个茶 就是说我要做一个平价的茶 所以当时呢他算是第一个提的 就是从茶杯 从产地到茶杯 他怎么样去他 他就是自己去产地 他跑去斯里兰卡 然后去买茶 然后就像一个系列做茶 所以他把茶的那个品价格压得很低 但是他的品质不一定不好哦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国外的红茶 我们喝不习惯 是因为其实国外的红茶 他的Funday也有很多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喝茶的习惯不一样 因为他们如果像这种茶包 他的味道就跟我们平常喝茶不一样 就比较第一个没有这么浓 然后他会加了其他的味道 然后再来就是英国的红茶 喝起来跟我们不一样的是 像我们喝乌龙茶 我们习惯喝回甘嘛 可是他们的茶就没有所谓的回甘 但是因为他们的红茶很适合去跟奶啊 什么搭配 所以其实 其实他的变化性是很大的 当然我觉得乌龙茶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觉得这次去日本嘛 我就去日本也算是烤茶茶嘛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去买了一家很厉害的 就是这家的那个茶包 然后呢 他是一个日本还蛮有名的 他就是已经做了很多的 很多很漂亮的茶包耶 我居然没有先准备 你们等我一下我去拿这个 他是一个插画家叫做三田狮子啊 他都做很多插画 然后他的茶包就很漂亮 他的茶包上面 就是都好可爱 然后当时我就有回来 就有帮一些朋友买了茶包 你看他的茶包就是有够可爱的 然后 他的这个茶也卖的蛮好的 我觉得说你看上次本人 他们主要也是喝绿茶呀 然后还有喝像这样子的一个抹茶 他们喝抹茶 可是其实他们这几年也很流行喝红茶嘛 可是他们在喝红茶的时候 你看他做一个品牌他就很用心 为什么我会这边有这么多茶包呢 因为我就会想说之后我要来开那个 跟茶有关的分享 跟茶有关的课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这个当做一个教材给大家看 因为你看他怎么样子去用心的做茶呢 就是斯里兰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红茶产区 然后他找了斯里兰卡的这个产区 还有这个产区 那五个产区里头他就找了这三个产区的茶 然后另外呢 他也把那个印度的大吉里 然后跟阿萨姆就这样子画出来 所以即使是日本人他们在做红茶 国外的红茶 并不是他们一开始文化里头有的 因为红茶是从英 所谓的英式红茶 或者是我们对于红茶的 喝红茶的一个习惯 其实就是从英国来的嘛 可是即使是这样 他们日本人在做茶 也是非常的用心 甚至就非常的就是 他去找茶也非常的用心 所以我觉得 我们再看一个英国红茶 他们怎么去发展 包括这个是英国皇室的 就皇室御用的茶 他们其实是一个杂货起家的茶 那你看他们在找茶的时候 这个是镇山小种 镇山小种是外国人最早喝到的红茶 你看他们这么用心的去做一个包装 然后他会去注意茶的一个渊源历史脉络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一个有喝茶文化的地方 台湾是有喝茶文化的地方 有自己种茶的历史 可是我们对茶有时候了解不够多 或者是我们不知道说 原来茶可以这样子很用心的去对待的时候 其实我们虽然有一些人他们家是有在种茶 然后是茶农 但是当第二代出来他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 却很难去用一个 呃现在的人比较能够接受的方式 呃去包装 那我觉得有点可惜 所以我觉得呃我就有想说 我之后会开始来做一些茶的课 因为透过茶的话 你可以了解很多的历史 而且啊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呢 我在读跟茶有关的部分的时候 我读起来是比较相对比较容易 比较轻松是因为我一直有在喝茶 而且我有在一直在学习茶 不管是呃台湾的特色茶或者是台湾的茶道 然后或者是后来我开始学红茶 我发现你有在喝茶的人 当你在读这些书的时候 你或者是你有在喝咖啡的人 或者是你有有在深入研究咖啡怎么泡的人 你在读这些书的时候 你都会很容易懂 可是你要知道 其实呃所谓的历史 都是由这些东西所累积出来的 不管是茶还是咖啡 因为如果你懂一些为什么你要去航海 因为在那个十五十六世纪的时候 他们向往欧洲人他向往东方 对他们来说东方就是香料 他们最早航海是为了一些香料 就是豆蔻的味道啊 然后甚至辣椒也是从中南美洲穿过去的 然后还有像什么丁香啊 对他们来说那些都是很神秘的味道 可是到现在他们已经都运用在他们自己的料理 就是我说欧洲的部分 所以他们是从 其实就是从一些跟生活饮食很有关的东西 然后开始去世界冒险去探险 所以当然后慢慢的他们发现了茶 然后慢慢的发现了咖啡 这些东西就是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可是这本书他的最后其实也有提到说 其实啊即使是现在都还是会这样 因为当初这个茶之所以可以在英国变得很便宜 就是因为除了他们是殖民地之外 他们可以用奴隶去种咖啡啊种茶 然后后来呢取消了奴隶的制度之后 他们会去签一些契约 然后去压榨那些南亚 南亚那边主要就是指印度那边的移民 移民到斯里兰卡的人 然后用一种很不合理的价格去产茶 所以也就是说到现在呢 呃 饮品的发展已经开始会有一种就是要去讲公平交易 就是呃他们是产区的人 但是他们可能不一定会喝这个东西 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东西就是卖到全世界各地 然后给比较怎么说呢 比较有钱的国家嘛 然后他可以去喝这个东西 所以呢 所以呢 其实 呃 早餐的发展到后来因为有这些饮品 他可以很快速的去呃 让你早上喝一杯加了糖的咖啡或茶 然后去补充你的能量 可是其实 呃你 你会除了发现说他在世界上旅行之后 他会变得很不一样之外 其实呃你也要去知道说 其实像我们在喝饮品的部分 有时候他可能也会去压榨到一些 呃 就是种植这些茶叶啦 或是呃咖啡的国家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新一代的地球村的人 你在喝茶的时候你其实要去注意的地方啦 那这个就是 因为这个部分就是这个书的一个结尾 不过我觉得呢 就是喝茶呢 呃真的是蛮有趣的 然后我觉得下次我们也可以来介绍一些 我们可以再讲别的书 然后来去介绍茶 或者是呢呃如果可以的话 因为我最近 当然就是在开一些心理学的课 就是等我心理学的课 到了一段时间比较上手之后 我也有考虑说可以来开一些跟茶有关的课 因为关于茶的书其实很多 像我最近就找到一个漫画啊 那我觉得我觉得这个也不错耶 这个漫画呢 他是在讲艺人茶几 他是在讲台湾茶 因为你看哦 他上面是写说淡水1865年 他在讲台湾茶怎么透过一个外国的陶德先生 他怎么样去呃跟台来一 从中国来的一个买办 然后他们去合作 然后让台湾的茶品质提升的故事 其实我觉得我们既然在台湾 我们就要多了解一些台湾的茶 而且这本书很不错的是 这个这个作者他是七年级生 而且他是茶农的孩子 我就觉得说 呃你知道就是如果你在喝茶的时候 你可以了解更多历史 你就不会觉得茶只是一个饮品 茶可能甚至跟世界有关 因为你看光讲一个台湾乌龙茶 怎么从应该质地还不错 但是没有很好的评管 然后到后来这个买办先生 跟这个英国从苏格兰兰的人 然后他们怎么去一起合作 然后合作之后去提升茶的品质 然后他是一个1865年的时代 也就是维多利亚女王在当 就是维多利亚女王在当 他们英国国王的时候的一个时代 他这样子跟世界上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跟中国的关系是什么 其实你看光研究一个茶 就可以知道这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诶还蛮有趣的部分 然后呢刚刚我有看到有人留言就说 诶对因为会讲茶嘛 所以都会看一些茶的书 因为我觉得我们每天都会吃早餐 可是我们却不知道早餐 它的发展是怎么样 然后早餐跟茶的关系 早餐跟咖啡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呢 他在这个部分就介绍得很清楚 然后就可以让你多一些了解 然后呢这本书呢我们就是分享这三次的部分 然后我们下次就是两个礼拜后呢 我们再来讲印度电影 因为呢最近我看了一个很好看的印度电影 然后这个演员也很有趣 所以下次呢我们就再来介绍一下 那我会想说之后会 因为下个礼拜就廉价了嘛 那再下个礼拜我们可以讲印度电影 因为我两个礼拜再讲一次 是因为我中间可以再讲一些心理学的 关于一些亲子教养的部分 这是我这一次一些直播的计划 然后最后呢在ending的时候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在日本买的一个茶 然后其实那家店也很厉害 它就是茶的专卖店 而且就是红茶专卖店 因为我觉得那个日本很厉害 他们都有一些红茶的专卖店 而且他们的品牌还蛮多的 那我买这家是 为什么我要特别给大家看这家呢 因为这几年有一个趋势呢 如果你看到这个茶的话呢 你就会看到spicy茶 就是是什么呢 就是印度香料茶 最近有一些大的品牌 他每年都会推一些茶 其实大品牌他们在推一些茶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最近世界在流行什么茶 其实我觉得如果像我们台湾有很多的茶 那如果你又对茶有兴趣 或者是你是茶能的二代的话 其实你应该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世界品牌他们最近都在推什么茶 因为不只是日本这家专卖店 它在推印度的香料茶 甚至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家英国品牌的 它是非常有名的 Fotum & Madison 这一家非常有名的茶 它其实圣诞节什么 它也在推一个印度香料茶 那你就知道说如果你可以掌握世界很喜欢喝什么茶的话 你就可以去让茶做一些变化 做一些有趣的变化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对发展台湾自己的茶来说 其实也是挺好的 对,好 那今天呢 我们的直播就到这边啦 那你们听了三次之后 有没有知道世界早餐的风景 因为我就会想要顺便结合一下 跟旅行有关的内容 那这我发现呢 这三次讲的内容 有很多都提到土耳其耶 因为刚好我有去 就是生小孩前 就去土耳其玩 然后玩回来就怀孕 然后生小孩 那所以就是还没有很多机会 讲土耳其的东西 可是呢 因为土耳其它刚好就是在那个中间失路的位置 所以呢 它的不论是咖啡或者是茶 或者是早餐文化 就是都跟这本书还蛮能结合的 所以这本书居然跟我土耳其的旅行 有很大的结合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意外的收获啦 然后呢 接下来呢 下次我有朋友就说 他想要听印度电影吗 然后因为我最近也看了一部 好好看的印度电影 所以我就再来分享给大家的听 那今天就到这边啦 好 再见 然后下次再来听直播咯 拜拜